今年一軍的總教練 那我們歡迎林威祖總教練 今年很榮幸也很高興可以擔任中心兄弟的一軍的總教練 那我想要帶出一支非常有態度的球隊 中心兄弟總冠軍 我覺得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棒球人來講就是最基本的態度 因為球迷進場就是想要看到我們球員的在場內的拼勁 那也可以讓他們感動也不會對不起自己 因為我剛回來的時候其實也是比較想當指導員 比較想當教練 那因為我在日本差不多大概18年的時間 然後學到日本的一些經驗一些態度方面的 那我覺得台灣的選手比較不足的 可能有一些我想要去改變的 那我就想要慢慢的 讓這些球員知道說棒球到底是什麼 然後需要有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棒球 我在二軍也當了三年的總教練 那一些年輕的球員的成長 那我是看得到的 那一軍的總教練 當然我是新生 但是剛才說也是要跟球隊去 教練團去討論 那希望有一個好的成績 他回來台灣打球的時候就是 在身上也學習到很多 他在日本的經驗跟技術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一直 在做事情這方面就是他會準備好了才會 會在事情之前他就會先準備好了 態度這方面我覺得就是 你想要成為一位職業球員 他是不容易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嚴格的看待自己 包含是身體或者是技術面都是這樣 然後我滿期待他的帶領一下 看能不能讓更多的年輕選手 能夠在球場上能夠發揮他們自己的本事